原标题 杨过的右手为什么必须断 原来金庸在社雕里 早已经埋下了伏笔 一提到杨过 人们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以下几点 容颜其美 武功其高 爱人小龙女娶美无比 身边有一只神雕 误了很多绝世美女的终身 当然还有一点 那便是他断了一只手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与杨过断了那只手相关的话 我们都知道杨过的 断的那只手是右手 杨过从小就和郭福不合 郭福看不起杨过 但杨过又是个心高气傲的人 郭福是大小姐脾气 从小身边就有母堆如母 修文两兄弟围着他转 父亲郭靖和母亲黄荣 也对他宠爱无比 这使得他从小就感觉自己高人意的 觉得身边的人都应该理所当然的让着他 可是杨过也是个性格执拗的人 他偏偏就不买郭福的着 两人便成为了一对冤家 后来在一次矛盾中 郭福把杨过的右手直接给卸了下来 命运有时候总是这么奇怪 郭福仿佛就是什么 天特意安排来与杨过做对的 说到这里 问题来了 杨过的右手为什么必须短 其实这一切金融在射雕英雄传理 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在射雕英雄传的第一回风雪经变中 郭靖的父亲 也就是郭福的爷爷 郭孝天和杨康的父亲 也就是杨过的爷爷杨铁心 两人是结义兄弟 郭孝天和杨铁心两兄弟 都是英雄好汉的后人 郭孝天的祖上是梁山伯好汉 在人贵郭上杨铁心的祖上奉牛 是一代抗金鸣将杨在兴 郭孝天和杨铁心兄弟俩 隐居在临安府的牛家村 原本两家的小日子都过得还行 后来秋处击到牛家村光顾了一番之后 便引来了大批的官兵 郭孝天和杨铁心 也被官兵们给盯上 官兵们抓住了郭孝天和杨铁心两人 然后便把两人押送去受审 在途中 杨铁心与官兵的首领 段天德发生了争执 杨铁心是个火爆脾气 直接一口浓痰就吐到了段天 德的脸上 段天德大怒 当即就举刀狂砍杨铁心 一旁的郭孝天 看直接的异地如此危险 他是着急 郭孝天虽然双手背负住 但是脚还能动 为了救杨铁心 他飞起一脚 就猛踢了段天德一下 结果 段天德便把屠刀转而对准了郭孝天 段天德让手下将士把郭孝天给围住 然后趁郭孝天不备 一刀就把郭孝天的右手给卡了下来书中原文 郭孝天接连踢倒两兵 忠实双手背负 转动不灵 身子闪让长矛 段天德自后赶上 手起刀落 把他一只右膀斜斜砍了下来 之后 郭孝天因为流血过多 而又得不到及时的救治 很快便气绝身亡了 临终前他让杨铁心要活下去 让他把郭敬的母亲李平和杨康的母亲包心若都救出去 从射雕英雄传第一回里的这段内容 我们得知郭孝福的爷爷郭孝天为了救杨过的爷爷杨铁心被贼人砍掉了右手并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所以说你杨过一家人 实际上是欠了郭孝一家人一只右手 甚至是一条人命 后来 杨过被郭孝斩断的手 也恰恰是右手 这应该不是巧合吧 郭孝在斩断 杨过右手之后 得知消息后的郭敬曾一个劲地指责他 郭福却不以为然 郭福打小就听父亲郭敬给他讲他爷爷郭孝天的英雄事迹 他自然也知道 他爷爷郭孝天曾经为了救杨过的爷爷杨铁心 而被贼人砍断了右手 并断送了一条性命 面对父亲的严厉指责 郭福在心里暗暗地说道 这是杨过欠我们郭家的 当然郭福这样想肯定是有些极端了的 古代的侠士都是重情重义之人 原本就看透了生死 更别说一只右手了 而且郭孝天为自己的异地而死 他是心甘情愿的 是死得其所的 这些都是郭福所无法理解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